与球市竞赛LIV挑战后关戴茨颖首战直落二晋级第二局 第二局一开始戴茨颖出现较多失误 让对手连拿4分 小戴一度处于1 5落后 直后追至5 5后 双方户有来往 但小戴仍出现些许失误 暂时以9点11分落后 戴茨颖开始追分 连拿4分反超 之后稳招稳打 就以21点16分 直落二晋级 小戴近期30连胜 第一局戴茨颖开赛先连拿3分 陈村鱼靠着杀球得到1分 之后戴茨颖连续失误 让对方追到4 4 不过戴茨颖打出7 2的攻势 目前以11 6暂时领先 戴茨颖连拿4分后 接着又出现失误 让对手追到10 点17分 不过戴茨颖稳住 连拿4分 最后以21点10分 拿下首局 200118与球市竞赛 台湾一子戴茨颖预计 今天晚上约6点20分出赛 迎战澳洲女江陈村瑜 两人将是生涯首次对决 去年因是大运而未参赛的戴茨颖 今年赛季34场仅一败 除了开季第一战马来西亚公开赛区 接下来连夺五官 写下29连胜的优异表现 陈村于目前世界排名第81 生涯从未和戴茨颖为交手